我和姐姐从小争斗 姐姐救我一次 我也要帮她一回 姐姐征战沙场 我就要治国安邦 姐姐富甲天下 我就要全是逃天 想赢我 来呀 一起卷啊 这玩意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轻轻不迷路 我和姐姐是双生至亲 从小就争得厉害 明明一起降生 她却比我足足重了两斤 所以我体弱鞋 幸好我聪明 比她先会说话 娘亲说那时姐姐气得一压一压 直揪我头发 姐姐也不甘示弱 比我先学会了走路 那天我的哭声传遍了全府 因为身体不好 五岁那年我开始频繁生病 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宫里的太医都来了好几轮 均是无计可施 最后把我从鬼门关 拖回来的是姐姐 她也没做什么 只是每天在我耳边不停念叨 你又躺了九日 先生教的书我都学一半了 你也就学问做得比我强 再睡下去就真比不过我了 我临摹的自帖 已经比你多27页了 你得熬多少个页 才能追上我呀 娘亲采了你最喜欢的料子 给我们做衣裳 你再不醒过来 两件就都是我的了 后来我听见姐姐哭了 她拉着我 手掌很暖和 如话 醒醒吧 你的衣服太小了 我穿不上 或许是姐姐的手太温暖 我的手也逐渐回温 甚至得了力气替她擦泪 别哭了 你把自己哭干也穿不上 病后我虽然痊愈 身体却越来越弱 伺候我的李嬷嬷 有一次无意提到 都是大小姐在娘胎里太厉害 抢了我们小小姐的精气神 两个人是姐妹啊 差那么多 所以我发月钱的时候 扣了李嬷嬷三吊钱 贴给宋嬷嬷 然后倾壳两声 都是宋嬷嬷这个月太勤快 抢了我们李嬷嬷的功劳 两个都是钱贷啊 差那么多 今日的课程是我领先 因为姐姐打了驱江猴的毒子 被罚跪祠堂 没能来上课 我趁夜色提着石河去探她 借着烛火 果然见她肿了半张脸 那小猴爷比姐姐大四岁 姐姐打了她 自己也没讨到好 姐姐吃着我送的饭 跟爹说 是因为他看小猴爷不顺眼 所以才出手伤人的 我却知道 是因为小猴爷口出狂言 说以后要娶我回家 让我天天给他洗脚 爹爹看得明白 说我们两个这叫 周而不比 姐姐一知半解 只盯着一个笔字 反驳道 怎么不比 当然要比 不比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俩比着翻一点 看谁先摸的滚瓜烂熟 后来我才知道 他看的全都是治疗仙见不足的麦案 我也没告诉他 我研究了好多 治爹打损伤的药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和姐姐所争的 就不止这些小事了 我们都深知在一个领域 只能有一个最强的人 所以刻意避开彼此的锋芒 姐姐文章写不过我 便开始钻研兵书 我武功敌不过姐姐 便学着算计人心 人人都知相符 两姐妹柳如诗 柳如画 是京城里最耀眼的双书 也是凡事都要争个高低的冤家对头 对于我们这点小官司 爹娘从不加以管束 有时还暗自添一把火 我爹 如诗啊 你看 她怎么就摆到我房里来了呢 烦恼 真是烦恼 我娘 如画呀 你瞧 这些钱都是你姐姐赚的 娘的私房库又壮大了 你就看她那么嚣张 我秀眉微醋 是啊 钱财太多 我库房里都堆不下了 姐姐只好放到娘亲这里 嚣张 真是嚣张 我和姐姐模样有八分相向 因着剩下的那两分 京城里为我和姐姐 谁担起第一美人的称号争论不休 有人喜欢姐姐明艳动人的风资 也有人偏爱我若柳福风的秀丽 我和姐姐也因为这个问题讨论过 结果答案出奇的一致 这些人都挺无聊的 竟然为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浪费时间 我和姐姐急急那天 宫里头来了赏赐 一支是皇后娘娘的双头奉差 一支是贵妃娘娘的金丝蝶五三 两位娘娘并未指明说赐给谁 宫里来的那是也只是说叫我们挑选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 心下了然 皇后娘娘膝下有三皇子 是嫡 贵妃娘娘生养了大皇子 是长 差是定情物 三是银七礼 不过既然是挑着吉吉日送来的 那就还有缓和的余地 今天不过是上位者给我们的浴室罢了 爹爹在朝中 根基身后 权柄过剩 家里必定有一个女儿要入宫 看样子 现在皇家是两个都想要 我看着案盘上的两只珠宝 悄悄凝着帕子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选了等于默认归宿 据说又是大不敬 我们两个并着肩 姐姐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立刻就懂了 我比姐姐先上前一步 摸摸这个又瞧像那个 像极了没见过世面 两个都喜欢 难以取舍的模样 我把他们俩一左一右带好 翘生生的问姐姐 姐姐 小花带着好看吗 姐姐把他们全都扯下来 怒不可遏 柳如画 东西是送给整个相府的 你庄园里珠宝首饰够多了 就非要与我抢着两只吗 我瞬间柔弱委屈起来 姐姐平日里五刀弄枪 妹妹还以为 姐姐当时不爱装扮的 都是难得的宝物 给了姐姐也是可惜 妹妹就想着 你想 你想的就是太多 就你那身子 也不怕压得抬不起头来 穿金带银 也要有那个福气才行 别刚走过两步 就累昏了 我爹这个人精事实出现 把一个偏心的老父亲 刻画得淋漓尽致 够了 知道你妹妹身子不好 你还与她说这种重话 你这个姐姐是怎么当的 接着 我爹把东西 从姐姐手里抢过来 塞给我 然后结案绿色的对姐姐呵斥 你有一句话说的对 赏赐是给相府的 本相才是相府的主人 大好的日子 不许再欺负你妹妹 我面上委屈可怜 心里乐开了花 来呀来呀 都是我的 有本事就把两个皇子 一起嫁给我 我不嫌多呀 这件事情传到宫里 听说皇后娘娘 气得摔了一整套茶具 贵妃娘娘破口大骂 说我们两个 都是贪心不足的蠢货 我喝着姐姐炖的补汤 艳足的眯起眼睛 蠢货 哎呀 多么可爱的称谓 然而 即使气成这样 两位娘娘也没有放弃 儿子的终身大事 三月三女儿节 我和姐姐硬召进攻赏桃花 说的好听 只怕我们才是 那枝头上带赏的桃花呢 不过没关系 他们出什么招 我并不在意 因为本来抢金簪这一出 也不是闹给他们看的 只是意在向皇上表明 我们柳家 绝对没有参与争处的心思 两位娘娘争斗多年 都恨不得先下手为强 可礼物居然由同一个人 同事送到乡府 来的又偏偏是 陛下身边的内侍 圣上这是摆明了 要坐山观虎斗 更是想看我们柳府的态度 柳家女注定是要归属皇家没错 所以皇后和贵妃 才都希望是自己这方 得到柳家支持 但是站在皇上的角度来看 她老人家 却未必愿意两个儿子 以殷亲和当朝全臣相坐 不然陛下一纸婚书 早就赐下来了 哪里还用得着两位娘娘 又是积极刺礼 又是佳姐赏花 这般费心试探 果然入宫那日 领路的宫女 只把我们带到一方小亭子近旁 便退下了 毫不意外 亭子里正是大殿下和三殿下 看来是都不肯给对方独处的机会 以致狭路相逢 他们拿着一幅提画师的卷轴 在讨论些什么 发现我们走近 声音陡然增大 每句话都亦有所指 皇兄 传闻这卷轴价值千金 你说是这上托的诗更好 还是这话更妙呢 大皇子重重叹气 这诗虽好 但已经太刚强了些 实在叫人喜欢不起来 还是这话更美 他还敢嫌弃我姐姐 把握不住 就承认自己没能耐 他的喜欢值几个钱 故作高深的以物欲人 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写文章时不见他有如此巧思 三皇子也尚赶着讨嫌 此言诧异 这话虽美 到底单薄了些 我无福消瘦 还是这事更有韵味 姐姐声音虽小 却一字不辣 传进我的耳朵 不过赏他口饭吃 还真点上菜了 也不怕撑死 我听见姐姐握拳的指节 咯咯作响 如果不是顾及身份 今天这两个兄弟 没一个能站着的 我按住姐姐的手 示意他少安无躁 反正不会有结果的事 何必浪费那么多心力 赶快脱身就是了 玩暗语多没意思 我非帮你们挑明了说 毕竟我是多么天真无邪不作作 从来不会遮遮掩掩 我及时出生 直勾勾盯着三皇子 眼泪一颗颗落下来 又时与殿下相交 如话感念至今 原来不过一厢情愿罢了 如话纵然浮薄 何至于被殿下厌恶至此 其实我们也只在七岁时见过一面 三皇子万万想不到 我竟然对他 一往情深 他对我们姐妹俩未必有男女之情 只是要挑一个有分量的妻子 两相权衡 他选了姐姐 刚过了抢金簪的事 所有人都觉得我和姐姐不睦 他刚才才我的面子 也不过是想讨姐姐欢心 可他现在一定悔不当初 认为如果他不多此一举 原本是可以通过我跟刘甫建立联系的 如话妹妹 我绝没有轻武之意 如话并非甜不知耻 既然被殿下不喜 还有和颜面留在这里 雨碧我拉着姐姐眼面而去 出宫门进了马车里 姐姐替我仔细擦着脸上的泪痕 你也是 何必为了这种人作戏哭闹 我就着茶顺下玩药 反问道 有效又快 何乐而不为呢 再留下去 听他们胡扯 你就忍不住要打人了 莫非姐姐 是嫌我这做派给你丢人了 姐姐微称 瞪我一眼 上兵伐谋 只要能达到目的 视若不过是手段而已 有什么丢人的 我是怕你哭坏了心扉 我又不是今天才病的 要死早死了 这辈子要比命长是比不过你 别瞎操心了 该仔细想想婚事 姐姐瞧着我 不由叹气 是啊 现在圣上还愿意给爹爹三分不灭 等着一纸婚书下来 可就由不得我们选了 总归脱离不了皇家 还要消理圣上的猜忌 虽然陛下皇子众多 可是又能怎么选呢 回家后 我便称病卧床不起 叫荣春放出消息 说我因被三殿下出言侮辱 伤心欲竭 已至病发 简直危在旦夕 陛下吃他轻浮不端 罚奉三月 皇后娘娘也为此斥责三殿下 当然不是因为我一个臣女受辱 而是愿她白白错失大好良机 我靠在贵妃踏上晒太阳 看着姐姐在庭院中挥舞双刀 心里这点气总算顺下去 如果这个时候 刚好有一位皇子和我八字相合 能令我转危为安 那么就算再不般配 陛下也会赐婚的吧 高刃挥舞的风声 煞时停住 什么叫不般配 你想选谁 十一皇子 段无奇 只听双刀落地 姐姐一个剑步冲上来 你没睡醒吧 段无奇她才九岁 我没理会她的大惊小怪 伸了个懒腰 九岁怎么了 女大三抱金砖 正好我们俩能一人抱一块 都不用抢了 姐姐把库房的钥匙塞给我 言辞懇切 你要几块金砖姐都能给你 放过段无奇吧 她还是的孩子啊 这位皇子之中段无奇出身最低 生母早亡 年岁又小 我选这么一个人做夫婿 陛下应该是乐见其成的 见我久久不答话 姐姐急了 如话 你不许胡闹 那是你的一辈子 就算要向陛下表忠心 你避嫌避的也太过了 不全为了这个 那孩子心性不错 多年来被圣上冷落 无人照管也是可怜 我们互相做个依靠 日子总能过好 剩下几个没有正非的皇子 要么呆得要命 要么一堆一堆的侧妃 要么见天的蹦高作死 生怕显不出来她似的 我还就看着几个孩子顺眼些 这些孩子里 段无奇已经算最大的了 我握住姐姐的手 你知道的 我做了决定就从不反悔 倒是你 你有什么打算 也就段无数那个呆瓜 勉强能入眼 笨就笨一点吧 一辈子的是 我可不想和一个 满腹算计的家伙相看两眼 他说这话时 罕见的脸红了 这哪是入眼 怕不是入心了吧 为了臭男人 跟我藏心眼 呸 五皇子段无数 他的母妃是齐国公主 而一个拥有别国血统的皇子 绝不可能登上大位 做到这份上 撇得也够清楚了 圣上的确极其谨慎 却不是疑心深重之人 往后他对爹爹 对整个相辅 只会更加信任 黄恩浩荡 五月底 我和姐姐同日嫁入皇家 当日婚礼场面之大 后来过了十几年 被人提起 依旧津津乐道 这一天 繁琐的移程 让我很不好受 偏偏皇家规矩多 不说喝药了 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一口 我就这么等着 我的小夫君来掀盖头 喜怕被掀起一个小脚 段无期歪着头偷看我 见我苍白着一张脸 他吓得一下 把盖头扯下来 我几乎以为 他怕的下一刻就会哭出来 结果他哒哒哒小跑着 给我倒了一杯茶 仔细吹一吹 采地给我 安慰道 姐姐 别害怕 我娶了你 你的病就会好了 我违答目的编出的借口 只有眼前这个孩子 相信的彻底 于是我接过茶抿了一口 用另一只手 揉了揉他的脸 你也别怕 我嫁给你 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段无期的生母 曾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婢女 可惜一夜皇恩后 便没了下文 只于下段无期这么个小可怜 在拜高采低的皇宫里 一个身份低微的皇子 不受皇上重视 又被皇后厌弃 可想而知日子不会太好过 该变一变了 我选的人 不能受委屈 一日一礼拜夜皇后 段无朔和姐姐 被工人规规矩矩迎进去 我和段无期晚来一刻 就被以不敬为由 罚跪在店门前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毕竟我三番两次拒绝他的嗜好 还给他儿子 扣上一大口黑锅 然后转头 就嫁给了他最瞧不上的皇子 这要是他忍得住 就枉费了执掌后宫 这么多年积攒的傲慢 我并不辩驳 带着段无期 挑了日头最毒的地方跪着 仔细估算着时间 在姐姐能忍得住不出来 就我的范围里 在我身体承受不住之前 上演了一场好戏 我遮住段无期的眼睛 低声说了句 别怕 然后咬破藏在牙里的血囊 这一口假血喷出来 我那彪悍姐姐 在后宫哭天枪地 我那狐狸老爹 在店前泪洒朝堂 从此我再没去皇后 跟前站过规矩 哎 谁叫我如此孱弱不争气 在这场还未明了的 争处战争中 段无朔理所当然 成了第一个出局者 皇上赐了他彩翼封地 侧为宁亲王 令治灵州 择日出发前往 灵州名字好听 却并非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他靠近边境 近年还在闹灾 终日风沙 段无朔此去灵州 姐姐自然也要离开 走之前 他特意领个段无朔来见我 一进门就张开臂膀 如画 快过来给姐姐抱抱 用你的鼻涕 眼泪呼姐姐一声 不丢人 我立刻把眼泪憋回去 带着你的臭男人快走 不送了 姐姐对着段无朔 撤了撤手 调笑道 臭男人 听见没有 你站远些 熏着我妹妹了 段无朔的回答 质地有声 好 他那样高兴 仿佛姐姐说的 不是略带嫌弃的秘密 而是最甜蜜的情话 我不理解 他顶着这么好看一张脸 怎么笑起来 憨得跟长寿一样 长寿是我和姐姐小时候 养的大狗狗 姐姐扶我到镜子前面 替我挽发 如画 好好吃饭 好好喝药 好好睡觉 下次我见到你 你要比现在胖十斤才行 我姐姐就这么 被一个傻小子拐走了 我百无聊赖 于是把心思 放在了段无奇身上 我教他写诗诸文 教他为人处事 教他我会的一切 这孩子嘴甜 追着我 姐姐 姐姐 喊得不停 我知道这语理不合 难免会落人话饼 却也没阻止他 他叫我姐姐 就像我再叫另一个人 这感觉还不错 姐姐 你是在担心五嫂嫂吗 听说他们已经到了灵州 正在治灾呢 我有一下眉下的磕着藤条 漫不经心的 救灾最需要什么 钱 我姐姐最不缺的是什么 就是钱 我才不担心他呢 段无奇拿着毛笔头顶下巴 小大人似的 看着我发愁 那你为什么 最近闷闷不乐的 我想他了 我把藤条竖起来 吓唬他 别打岔 好好写 今天我要是看不见 你这篇文章写出后续来 小心我打你哦 一晃半年多 我和姐姐只能依靠书信来往 姐姐又来信了 说旱灾事宜已经处理完善 但推行农业新政 却极其不顺 他明明给了百姓足够的钱财粮食 新政也已经明明小于各户 可地理的产收却越来越少 大把大把的银钱投进去 活像是填了无底洞 傻姐姐 这和行军打仗不一样 可不是只要粮草充足 军饷丰厚 军纪严明 将士就能做到并行静止的 我把段无奇叫来 把信给他看 耐心问他 依你看 问题出在哪里 毕竟还是孩子 他皱着眉头看了半天 最后向我作医 无奇愿意学 姐姐教我 世人都有贪舵之心 贪心不足 灾情时慷慨解囊 灾民会当你是天上下来菩萨 可一旦温饱得到解决 还是只会一味撒钱 他们就会当你是冤大头了 段无奇仔细听着 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我端起量好的药喝下去 就像我 就像这碗药 如果我有了健康的体魄 大气粗 从不觉得花钱是什么难事 却不知人心这个坑 若是用钱来砸 那是怎么都填不满的 我给姐姐回信了 他洋洋洒洒 吐槽了三叶纸 我只回了一句话 抱心就火 何有指呼 姐姐得了我的话 开始大刀阔斧整治农业 收获颇丰 今天段无奇从上书房回来 迫不及待向我表公 姐姐 我用你教我的道理 来达先生的策论 便倒了九哥 先生还夸我呢 我瞧着他脸脏兮兮的 身上也有伤 怎么回事 他几次张口 想说行什么 却也知道我不喜 他对我撒谎 没事 被九哥推了一把 不疼 手伸过来 段无奇 磨磨蹭蹭伸手 我没有心疼安慰 而是拿起了藤条 今天姐姐再教你一条道理 藤条落下去 第一下 沐秀于临风必催之 第二下 没能力全身而退 就要学会藏桌 而非争议十字长短 第三下 既然已经展露头角 就应该硬气到底 别让人觉得你软弱可气 段无奇没求饶 也不知道躲 举着双手供我打 无声地吊着小金豆豆 我没敢使劲 打第二下就泄了气 他这么一哭 我简直觉得 那第三下 抽到我心肩上了 算了 下次还是换一种方式 小孩哭得怪可怜的 现在哄他有备严实之位 不哄我心里还挺难受 我正纠结着 他一下扑进我怀里 无奇会听话 姐姐别生我气了 我还是心软 妈撒着他的发顶 你既然有本事 就应该找到合适的时机 好被值得的人看见 这才是你的本事 这几年 姐姐不常回京 回来也只待上几日 但是每年回来 必先去无相寺上乡祈愿 三跪九拜 虔诚无比 我恼他心中 只想着鬼神之说 把塑像看得比我都重要 姐姐对我的牢骚 嗤之以鼻 哼 你懂什么叫信仰 年复一年 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光 始终少之又少 段无奇长到了15岁 终于被允许上朝参与正事 折服多年 他的性子已然变得沉稳 不再是当初挨了打趴在 我怀里哭的小豆丁 有严官依上见时 有范天威 皇上震怒 气急之下 欲令杖杀 被段无奇当堂劝止 严官当然是不能死的 说白了 皇上发完火以后 也等着有眼力见的人来劝 本以为这个 他从来懒得多看一眼的儿子 无非就是摆出来 祖宗遗训规矩体统 那一套叽叽喳喳 他没想到的是 段无奇却说出了另一种理由 服以天下之政 四海之众 得失利病 翠予一官使言之 其为任意中矣 父皇今日杀一人 觉得是天下遇见者之心 严官的言字 自此名存实亡 人欲自见其行 必自明镜 君欲自知其过 必带忠臣 父皇英明 自有决断 陛下在殿上重新审视了段无奇一番 最后指着他 由衷赞了我爹一句 朕这个儿子 倒像是你年轻的时候 该谢你女儿 他可比咱们眼光都强 那天以后 陛下开始着手历练段无奇 交派的差事也越来越多 我那小夫君 不只会耍嘴皮子 半差更是利落 素业辛苦 终于得了陛下亲眼 加封于亲王 威望与日俱增 不过他这点风光不算什么 在后来的史书上 那一年 琢磨最多的是我姐姐 康平三十年 敌国来犯 守成将领 为死投敌 而最后立挽狂澜 带领重将士 首途反击 却敌百里的 就是我那威武又迷人的姐姐 嗨嗨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确实还有我那憨姐夫一份功劳 在京城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仿佛能听见 远方他的战衣烈烈作响 那是他自由的朝向 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展望 他要做天上的鹰 我便做翱翔的凤 不管未来如何 我和姐姐总要同路 我朝兵力积弱 已经多少年 没有过这样一次大晟 圣上大跃 封了姐姐 做开朝以来 唯一一个女将军 姐姐受封 圣上的赏赐 如填海般送到我这里 甚至盖过了姐姐这个郑主 他怕恩宠太过 让姐姐夫妻二人 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又怕过分搏代 会让这个原本就不受宠的 皇子新生怨对 于是只能额外厚赏姐姐的家人 我爹已经是未及人臣 所以只好从我这个儿媳下手 其实我觉得 古往今来的皇帝都病得不轻 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们 既要争强好胜 又要兄有弟公 不仅存孝亲近 还要恪守君臣之别 既有治国的雄才伟劣 同时又对皇位毫无觊觎之心 这样的儿子 有一个都难 更何况他十几个儿子 还都长得不是一个心眼 有时候我真怀疑 就陛下这种状态而言 他到底是在选楚 还是在阳谷 可不管怎么说 陛下肯托付边疆 这份信任已是难得 我们柳家死中设计 他愿意给予兵权 这便是明居与忠臣之间最好的回应 而这份恩宠在皇后娘娘看来 就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他在我这儿吃过不少亏 姐姐那里 他又实在鞭长莫及 插不上手 就把目标对准了段无奇 皇上的千秋宴上 或许是因为 于亲王大名 最近风头正盛 席间不断有人来宫为敬酒 段无奇不胜酒力 下场更衣 久久未归 我心下一景 悄悄叫荣春去打探 他回来时脸色煞白 冲我摇头 我知道 晚啊 果然紧接着 就有人慌慌张张来报 说于亲王在凤一宫侧殿 欲行不轨 逼杀人命 宫里的下人都受过训练 陛下千秋受淡 王宫贵族齐聚鹤礼 即使是天大的缘由 也不该在这种场合 公之于众 何况是如此丑事 我看着那贵符 在地瑟瑟发抖的工人 是谁能指使他 如此不要命的喧哗 自然是这后宫之主 我对盼夏 微微做了个手势 他便在我们一众人 去测电时 趁乱退下 盼夏是爹给我的死事 有功夫也够机敏 他知道该怎么去查 我们到时 段无奇神情恍惚 衣衫不整 他旁边是个眼熟的宫女 满头是血 已经弃绝身亡 据刚才那个下人的证词 他目睹段无奇 意图逼迫这个小宫女苟且 那宫女烈性不从 壮住而亡 我仔细分辨 才看出那宫女 是皇后身边的士比 其父虽然官职微小 但她也是 确确实实的官生子 这件事情 可大可小 关键就在于 事情出在皇帝陛下的寿宴上 自己的儿子 做出这种荒唐事 又被有心人 当着百官事与人前 陛下焉能不怒 陛下一脚将段无奇踹倒 大骂不止 皇后假意拦阻 好一副慈母做派 段无奇终于清醒过来 知道现在多说无意 只能不断喊冤 千头万绪之间 盼下隐在殿门旁 用口形对我说两个词 宫女有孕 我立刻下跪 挡在段无奇身前 泪流不止 殿下 妾求您了 您就认了吧 无论陛下如何处置 妾都陪着您 求您认罪吧 咱们以后好好过安生日子 再不想别的了 求您认了吧 此话一出 不仅皇上停住了动作 连皇后脸色也不好了 我帮着段无奇 拒不认罪是一回事 我劝他认罪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我求他认罪 这就耐人寻味了 段无奇正正看着我 随即下定决心 俯身叩首 儿臣领罪 无可辩言 即使不知缘由 段无奇仍然信任我 毫无保留 陛下扫视着我俩 由圣路转为狐疑 人就是这般 你高声教驱时 他以你气字狡辩 你痛快承认时 他又怕你另有缘由 总要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判断 才能显出他英灵果决 俯看一切 皇上立声道 鱼王妃 你可知这是什么罪名 我知若罔闻 只顾得拉住皇后的衣摆 卑微如斯 皇后娘娘 无奇已经认罪 事已至此 就请您发落吧 此情此景 谁看了不说一句 我这是打落牙齿和血吞 皇后是呲牙不成反被咬 偏偏又做贼心虚 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巴掌 急忙撇轻 放肆 你夫君做出如此龌龊事 你也敢来攀扯本宫 断无奇及了 忍不住顶撞 言语间却已经领悟到了我的意图 儿臣已然认罪 如何处置 悉听尊便 皇后娘娘何苦为难内子 我捂着脸 半抬起头 胆小无辜又纯粮 儿臣以为此事分属后宫 自当由忠公之主决断 不知弩后 何以动怒 皇后娘娘还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就先昏了过去 这次不是装的 事发突然 我没顾得上吃药 身体吃不消了 此番劳心乱神 哭喊求情 对我来说 简直算是体力活 再加上皇后娘娘这一掌 打得我眼前发黑 实在是没撑住 该死 怎么这样不争气 这种局面 本应该趁热打铁的 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她没再喊我姐姐 如话如话 段无奇 路已经铺好了 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的吧 段无奇虽说是个倒霉蛋 但不是个蠢蛋 我醒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就着我演的那出戏 撕开了一条口子 让自己成功脱离了嫌疑 我喝着她喂的药 陛下不会轻易相信你的 是盼下拿到实证了 是 盼下从小宫女处 搜出了保胎药方 今五座验尸 却有三月的身孕 皇后娘娘遇下的婢女 竟悄然有了身孕 之后又莫名其妙 惨死在渔王手下 宫里个个都是人精 谁看不出猫腻来 不对啊 皇后完全可以翻咬一口 说你和宫女猪胎案结 为了名声杀人灭口 事实证明 还是我天真了 这世界上 总有我想不到的事 比如我没想到 那孩子竟然是三殿下的 随着安太药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这位嫡皇子的亲笔情信 皇后对爬床的奴婢 向来没有好感 更何况 他此时正需要三皇子 郑妃娘家的助理 怎么能毁在一件风流寨上 于是他才用那宫女家人 性命威胁 设下了这个局 既解决了这个不该有的孩子 又能让段无奇 栽个大跟头 一石二鸟 但凡他不这么贪心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纰漏 让他自己如今变无可变 我不懂 怎么会有人在后宫 这个大染缸里 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还依旧只长提气 不长脑子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 皇后这也算不忘出心了吧 我被段无奇喂下一颗糖 压住了苦药味 接着问 陛下可有问你 为何愿认下这不白之冤 段无奇见我精神不济 便故意想逗我开心 他退后两步 拱手失礼 将当时如何回答的情形 演绎的活灵活现 他洋装惶恐 启禀父皇 儿臣自知卑贱 不为母后所容 皇后娘娘 为三皇兄掩盖罪责 纵有不端 也是出于为母一片此心 想必皇兄也是一时糊涂 绝非有意会乱攻尾 若能以儿臣一人之身 患母后消除戒地 皇兄迷途之反 还父皇一个公允的贤后 一个贤德的嫡子 实乃儿臣之性 名礼句句求情 按礼句句火上浇油 看来这次 陛下对皇后母子的处罚 是不会轻了 说到这儿 段无奇话风一转 儿臣有罪 罪在只念骨肉之情 而忘了陛下是君 君不可欺 请父皇治罪 这才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只一段话 孝涕之意 如目之情 君臣之礼 全都拿捏得死死的 这个就是陛下多年以来的 弄中情儿 不管是真心 亦或是作戏 总之陛下大受感动 就差没把段无奇 搂怀里哭一场了 我玩儿 盼下来报信之前 我自己尚且不明就礼 当时情况如此危急 我叫你认罪 你就真敢 不怕吗 或许一认罪 你就一无所有了呢 段无奇摇头 不怕 姐姐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还有我自己这条命 我 最后一句话 她是盯着我的眼睛说的 我还有姐姐 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想像小时候那样 摸摸她的头 却发现她已经长高了太多 就算她坐在我的床边 也需要她微微低下头才行 所以我只伸手 替她抚平了衣服上的褶皱 语气还是像在哄孩子 姐姐在呢 姐姐永远站在你这边 难得我小姨温柔 她竟突然耍起了胸 甚至直呼我的名字 严肃极了 柳如画 以后别说是我出了事 就算是我死了 你也要按时吃药 知道吗 这傻孩子 是真被我这次昏倒瞎找了 我故意插个打混 我若真是病得要死了 靠着一口药 就能掉命吗 果真有这么灵的药 我又何必缠绵病榻 段无奇激动起来 有的 真的有 传说前朝有一宝 名幻回戏丹 集天灵地宝 扶之百病全消 姐姐 你多时间 我一定替你寻来 这种话也有人信 真傻 有人愿意为我做傻事 真好 很快我就知道 如果说段无奇是心理意义上的傻 那么皇后母子 是脑子意义上的傻 每每到了冬天 我总是格外难熬些 好像寒冬瓦月的冰雪 冻住了我身体里 原本就不多的生机 躺了那么久 我连骨头都是疼的 不过 我今年我很开心 因为姐姐快回来了 她还特意嘱咐爹爹保密 要给我个惊喜 嗨 那我就免为其难 装作不知道吧 你别总是守着我 陛下现在重用你 你也该忙起来 免得叫人说你懈怠 我对着段无奇劝导 但成效不高 她认错认得快 却没有要改的意思 姐姐 我知道错了 那你快点好起来 到时候拿同条戳我也没关系 看她这样 我头更疼了 最近皇后虽被禁足 可也没闲着 你现在站得上风 应该乘胜追击 要是一直 段无奇为我按摩身上的穴位 头也不抬 你不许再理这些了 我好不容易有时间陪陪你 你就不能陪陪我吗 我不是在陪你说话吗 我哑然失笑 这人怎么越长越像孩子 她懊恼极了 恨不得再长一张嘴来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姐姐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就 外面一阵嘲嚷 我头更疼得要命 盼下急不过来 陛下遇刺 生死未卜 三皇子打着缉拿刺客的幌子 趁乱夺权 宫里大乱 有些地方已经见了血 我猛推了段无奇一把 这次不再是商量的语气 我这儿有盼下 不必担心 你带一对暗卫和亲兵去寻陛下 就算陛下真的不测 也要拿到遗诏和传国遇洗 他们既然以护军为民 自然不敢重兵围困陛下寝宫 皇上伤重 我们在宫里反正是皇后的天下 既然逃不掉 何妨疏死一搏 不可以 段无奇 这还是第一次反驳我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 你留在这里就是活靶子 我强称着理清局势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没办法逃出去 你留在这里只是跟我一样等死 反而只要你还有一线生机 他们就不敢动我 你活着 我才有活着的价值 他不是不知道最优的选项 只是本能让他无法选择背弃我 我拔下头上唯一的簪子 抵在脖梗处 你若因我犹豫不决 那我只能亲手抹出你的软肋 他走之前 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但是决绝 但是感慨 我早应该知道的 姐姐 你从来都是这样 身轻四绪 性烈如火 近日发热 烧得我脑子都糊涂了 竟然没有算到 他们会走釜底抽薪这一步 简直是太疯狂 太愚蠢了 三皇子在兵家并无助力 就算一时成功 很有可能是我先死 荣春一边为我披上大肠 一边询问盼夏 按照咱们现有的守卫 如果他们真的攻到这里 你有几成把握 保住小姐的性命 盼夏摇头 如果情况一直恶化下去 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拖延时间 死乱突然 皇后一定严锁消息 你找个信得过的人 想办法带着我的私印 逃出宫去相辅报信 告诉我爹 务必拿到实证 才能来相救 否则万一被反咬一口 造反的就成我们了 荣春已经快哭出来了 我的好小姐 您别想那么远 先顾眼前吧 我们怎么办呀 就我这个身体 别说逃出去 出了这个门 离开炭火 都有可能被冻死 如果真到了那么一步 让盼夏带着你逃 再不计 我要寻死 总还是容易的 荣春这次是真哭了出来 小姐 我不走 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盼夏一把扯开她 满脸不耐 少说屁话 要先死也轮不到你俩 我在屋里听了外面的厮杀 心一点一点下沉 不知道我爹有没有收到消息 段无奇那里又怎么样了 我 还能再见到他们吗 盼夏被人一脚踹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段无奇至少成功了一半 因为来的人是三殿下正主 可见是真的狗急跳墙了 一把剑横在我眼前 九弟妹 你还真嫁了个有本事的夫君 我如今大势已去 到位那个剑种扑了路 可惜呀 他的大好前程 你是无福共享了 事到如今 我是没用的 那就要看 三殿下是想将我当作泄愤的工具 还是拨命的筹码了 我若现在死了 有殿下同葬 也不算冤枉 三皇子杀红了眼 丝毫没有动摇 你以为我怕死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图个痛快 你说 我若邪了你出去 段无奇肯不肯跪在地上求我 某些方面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像 都是生死一线 我也索性破罐子破摔 再不肯示弱半分 我也想知道 不如你试试 看是他膝盖软得快 还是我先没了这条命 三皇子的剑 已经在我脖子上留下了血痕 你都肯为他死吗 真是情比金尖 不如我提问你的向上人头 送给九弟做贺礼 他一定喜欢急了 他将我像一块破步式的拉起来 我一边被迫行走 一边极力忍受身体的不适 按他如此粗暴行事 见到段无奇之前 我就得死半路上了 可老天终究是向着我的 我也没自己想的那般命薄 双方对峙的第一刻 我还没来得及对段无奇说些什么 一只羽箭从我头顶飞过 正中三皇子眉心 那剑从极远处来 见不到射箭的人 可我就是知道 送信的人不如使命 救兵来自乡府 是我姐姐 只有姐姐有这样的胆识 和高超的剑术 能一次次救我余为难的 也一定是姐姐 段无奇冲过来抱着我 竟是哭了 我有些嫌弃 真没出息 你瞧见他绑我的那一刻 怕是怎么把圣谷拱手相让 都想好了吧 段无奇摇着头 你叫我走的时候我就想好了 他只要敢动你一下 我一定杀了他 我埋伏好了人 却还是被五嫂抢先了 我没感动 没意外 我想笑 段无奇一边含着两包眼泪 一边还凶神恶煞 我一定杀了他 这画面竟然诡异的和谐 一道女生有远极近 这么个大男人掉眼泪 我看得怪甚人的 柳如画 你也够能忍 不给他一巴掌 我推开段无奇 投入了姐姐的怀抱 顿时无比安心 嘴天道 我就知道 救驾的事 怎么少得了我们经过大将军 姐姐把我从头到尾 仔细检查了一遍 这才放心开队 救什么驾 好大的威风 你算哪门子驾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确认我没事 姐姐就马不停蹄的去收拾乱局了 只把自己的披风留下 又把我裹厚了一层 我心里高兴 好像身上没那么疼了似的 拉住段无奇问 你听见没有 我姐姐刚才说了 她不是来救驾的 她是来救我的 段无奇罕见得停顿了几秒 似乎在努力地回响 分析 重足语言 她刚才 是这么说的吗 衣服太沉了 压得我好累 懒得和她争辩 嫌外之音懂不懂 好姐妹的是 你别管 陛下确实伤得很重 三皇子虽然不敢明面上 囤兵陛下请功 却叫人守住宫门 以护驾为名 不准御医上前医治 如果不是段无奇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却已经元气大伤 陛下握病的这些时日 立了段无奇为储 若是放在三年前 任谁也想不到 最后会是段无奇 做了这九五之尊 即使诏书以下 还是有质疑之声 坊间甚至传闻 陛下已经轰事 现在是段无奇假传立储诏书 就连我爹 都有些惶恐陛下的决定 毕竟他曾经坚定的以为 我们姐妹俩嫁的人 这辈子都与皇位无缘 何必惶恐呢 陛下自有他的打算 段无奇这些年的改变 他最知道 且皇上和我爹君臣多年 深知其为人 所以他敢读我爹爹的忠心 已经出了这样 夺政万国的荒唐事 他急需要我父亲 稳住天下文人的心 也需要仰仗 我姐姐在边疆抵御外敌 更重要的是 柳家除了我和姐姐 再没有别的后人 在宫里这些年 他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身体陷落到了何种地步 根本不可能绵延黄色 待到我一死 柳家的风华也就到头了 绝不会存在外戚干政的可能 皇上啊 他是把每一步都算尽了 其实人人都知道我活不长 只有这世间爱我的几个人 还做着傻梦不愿意醒 这次的风波 对我身体影响也不小 段无奇这些日子 既要为陛下事急 又要忙前忙后照顾我 还好天气渐暖 又是食补又是药补 千辛万苦终于把我养好了点 他自己却肉眼可见的清俭下去 这下连姐姐都感慨 你长半斤他要掉三斤 哪有这么搞法 再这么下去 过不了仨月 你俩就能是一对病秧子了 我握住姐姐的手 靠在他肩上 这傻小子天生劳碌命 劝都劝不住 孩子大了 总不肯听话 姐姐居然替段无奇出头 说话要凭良心 他还不听你话 就是你地根绳叫他去上吊 他也只会想死在哪 是块风水宝地 好保佑你平安 我没接话 心里盘算为自己将来好好找个埋谷地 要山岭水秀 能诱人平安的那种 将来他们都要好好活着 段无奇登基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他充饮后宫 可是当我将一幅幅美人画卷摆到他面前时 他头一遭对我发火 果然是位高权重 脾气都硬起来了 柳如画 你是不是从来都把我当弟弟 当做君主 一刻 哪怕一刻都没有把我当成夫君 我没有要求过你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自己是什么心情 就像我不明白自己对他的心 于是客观陈述 你不是我弟弟 却也不只是我夫君 你是皇帝 是万民福祉所中 你可以有情爱 有私欲 但更重要的是责任 段无奇反问 和一群不爱的人 孕育一群未必有感情的孩子 然后蹉跎着 让他们重蹈我和三哥的覆辙 这就是责任吗 那么这种责任 未必不是私欲的一种 这次换我在他面前哑口无言 半场只能干巴巴的解释 我的身体你知道 我根本不会冒险替你繁育黄四 他不在乎 宗室里那么多孩子 过计一个就好 我从来没想过 因为这件事改变什么 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能力负担天下 而不是他有我的血缘 我比你大六岁 他步步紧逼 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我一直都知道 我年寿难涌 他的气势就这么弱下来 逐渐化作一种叫温柔的东西 姐姐年年岁岁 我总守着你 我瞧着这个赤诚又热烈的少年 第一次知晓了 自卑为何物 或许那不是自卑 是一个病者 对健康的渴求与无力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人 拥有的越多 越担心随时会失去 先皇还是选错人了 段无奇 怎么就是个死心眼的痴情种子 我也选错人了 怎么就嫁了个 偏偏会叫我动心的人呢 但我还是握住他的手 既然如此 不妨一错再错 好 一直都是你听我的话 我也服唱服随一次 你要做昏君 我便担了这妖后之名 皇上贤之六宫 拒绝选秀 皇后又无所出 这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得了的大事 可出奇的事 并没有多少大臣提出异议 毕竟谁会和一个快要死的人 计较这么多 我迟早要腾出这个位置 又何必他们出头 那时候还没有人相信 段无奇会守着我一辈子 总还是有人按捺不住 段无奇身边 被人不着痕迹的 安插了一个宫女 容貌 性情 甚至于仪态 与我皆有相似 不同的是 她健康明媚 宛如春光 简直叫人见了 都忍不住欢喜 段无奇注意到她了 仔细思考 然后大手一挥 从此她的圣殿里 再没出现过任何此性生物 这下治标也治本 毕竟单以子嗣来论 这些人总不可能给陛下塞男人吧 只是我想不到 这些自诩之理的读书人 也会有如此卑劣的手段 他们攻劫我 还言之早早污蔑姐姐 他们说 我也后宫至身干政 实乃狂辈 还说姐姐是冒领了将士的军功 以容自身 说来可笑 所谓干政 是我在前不久 像段无奇城上的震灾史册 那策论实施下去 已经出现成效 救了豫阳上万灾民 姐姐的功勋 自不必说 她次次浴血奋战 身先士卒 身上流下不知多少伤痕 她留下的每一滴血 都破土生根 铸成了守卫边境的一道道城墙 然而这些落在旁人眼里 静都变了样子 他们说我只是个女人 怎么配参与政事 聘机私沉 必然包藏祸心 这办法 真是皇后娘娘想的 柳家门下幕僚众多 我看这策论 八成出自他人之手 她为了彰显自己贤得 谎称己诸 欺世道民罢了 是啊 我就觉得奇怪呢 她一个深宫妇人 怎能有如此见地 原来如此 嘖嘖 有权势就是好啊 他们说 姐姐只是个女人 怎么可能有如此功绩 事出反常 一定有假 皇后娘娘娇滴滴的 姊妹又能厉害到哪去 镇守边关这种是她做的来 实际上 这些功绩 该是宁王殿下的吧 他们夫妻一体 那柳氏撒个娇 宁王殿下 还能不把自己的军功 拱手相让 对对 况且 就算真是她的军功又怎样 她既然嫁了宁王殿下 就该一心相助宁王才是 女人嫁 哪有处处掐肩要强 和夫婿争名头的 不嫌汉妇 只是个女人 只是个女人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 段无奇正在为我簪花 她扶正了我发簪的位置 朗生问我 传这些烟杂话的人 姐姐想怎么处置 我垂着眼睛 御史台半数人都有此心 我付上是文官之首呢 他们都敢如此不管不顾 谁不知我柳家一门荣耀 绝非谣言可动 可见有心传这话的人 并非为了拉我父亲下马 浑水摸鱼 而是他们从心底里认为 女子难堪大用 必须依附温训 恭敬顺从 否则便为世道所不容 何该被口诛笔伐 谣言可以立直 人心何以断绝 段无奇看出了我的忧虑 揽住了我的肩膀 姐姐愿意上朝去吗 我难得愣住了 我朝去有以女子之身 上朝垂帘听政的先例 但也仅限于 幼主难以行政 还从未有过皇帝正当壮年 活蹦乱跳 皇后就直登庙堂那事发生 这话简直不像是 该从她一个皇帝嘴里说出来的 正因为她是皇帝 这话才更显得如此 大逆不到 段无奇看着镜中的我 眼神坚定 姐姐你教过我的 人之言行 皆因其用 只关乎对错 不该以门户 男女论之 这一路上 若无你便无我 如话 你不比这世间任何一个男子差 我回头与他对视 段无奇直直望进我眼睛里 轻声道 不该只因为你是女子之身 就要承受这些非议 这不公平 姐姐去吧 我就在你身后 从那一刻开始 我再也没有把她当做一个孩子 或许在世俗眼中 她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君王 但她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有着自己的思想 胸中自有沟壑 在她心里 能够预及天下之人 未必要是她自己的血脉 而能为这天下造福之人 也未必不能是女子 我眼前的这个人 是我效忠的君主 是我倾心的夫君 也是我此生最完美的作品 我从未如此坚定过自己的心 我的心告诉我 我爱她 相信她 敬佩她 所以我愿意和她一起 并肩作战 在那些可笑言论 闹得非法迎天的时候 我身着皇后朝服 屡段无其职守 一步一步走上了朝堂 那些人见我堂而皇之上帝朝来 顿时怒发冲官 大有 我再不肯退避 他们就一头撞死在朝上的意思 我爹爹嗤之以鼻 听说金子是软的 大概撞不死人 各位不会是想撞一头金粉 回去发家吧 言外之意 都是嘴比骨头硬的人 装什么 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稳步坐在段无其身侧 坦然自若 朱青既然有此苦心 何必在背后拨弄口舌 无今在此 还望诸位成功不吝赐教 到底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 最先跳出来的 是近来朝堂的新贵 那炭花郎 颇为义愤填膺 皇后行为不端 欺世道明在前 不遵祖训在后 况且庙堂之上 怎容妇人立足 此等行径 实不堪为天下母 我不急不恼 反问他 说说看 本宫是如何欺世道明 又如何不遵祖训 本宫名正言顺 正位中宫 普天之下 有谁比我更有资格 立于陛下身侧 传闻中 文采斐然的炭花郎 哑然 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段时间以来 针对我和姐姐 沸沸扬扬的谣言 无孔不入 可证据呢 没有 可有时候 轻飘飘的一句话 便是人间一场雪 洞彻心肠 掩埋森森白骨 他们以谣言作任 妄图包除我和姐姐的荣光 栽已污名 杀人于无形 可本就没有实据的事 一旦公布于阳光下 就只能是灰飞烟灭 我偏要这天日昭昭 催灭所有的阴死鬼秘 照一片朗朗气轻 好叫这世间的宫里迎风生长 在每一个人心间 生根发芽 姜还是老的辣 脸皮也得是老的厚 下去一个年轻的 便又上来一个年长的 翟老大人年事已高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激动的要了老命 皇后娘娘再如何尊贵 岂可逆转乾坤 朝堂尊严 不容女子玷污 我点头称是 是啊 朝廷尊贵 女子卑贱 如此说来 战场更是神圣 既然庙堂容不下女子 边关更不能容 不如就请老大人 亲上战场 统帅三军 换我家阿姐回来吧 翟老大人 气得脸红脖子粗 狂妄 若老夫 若老夫再年轻个二十岁 段无其轻飘飘截胡 若翟青再年轻二十岁 倒是能勉强去 经过大将军仗下 做个吹呼吧 有了陛下这鸣惶惶的回忽 在接下来的人发言 就比较委婉了 皇后娘娘 乃万名之表率 今日如此离京叛道 若天下女子纷纷效仿 江山幽矣 故而情 我诚心发问 若天下女子皆似无 如何 若天下女子皆类阿姐 又如何 她们会实书名利 立一番天地 她们会拿起兵戈 守卫这山河 她们会找到自己 然后成为自己 我不明白 这到底有哪里不好呢 圣贤有名训 女子该三从四得 相夫教子 皇后娘娘 与金国大将军乃人中龙凤 自非等贤可比 寻常女子 粗浅笔薄 她们也就只能 做些逢不将喜的事 不配读圣贤书的 说这话的人姓张 是个寒门子弟 十年的寒窗苦读 才挣得了这条公民路 她忘了 在入世之前 她也只不过是一 寻常男子 寻常男子要改变命运 可以依靠读书 但寻常女子 似乎就只有 寻常一条路可以走 段无奇挥手 刺了她一架苏屏风 叫她什么时候 绣出一幅千里江山 再来上朝 既然你口中女子的活迹 如此轻易 不如自己亲身试试 看看秀花针 是不是真的 就比狼豪比好拿 她们用捏造出的龟城 蒙住女子的眼睛 却又说女子粗蠢 不配读书 张大人一脸羞愤 我却正色言道 听闻你出身寒威 年幼丧妇 市令堂为人将洗逢补 维持生计 用一双手 供你读书十字 你可曾想过 她亦是你口中所说的寻常女子 而等皆依靠女子出生 要依靠女子繁衍生息 更有甚者 是因着女子供养方有惊日 如今却想口口声声 将这世间女子扁入尘土 踩在脚下 于心何人 情何以堪 满堂寂静 鸦雀无声 我走下阶梯 立于殿上 俯身跪拜 臣 寇请吴皇开设女学 于天下女子立身之地 庙堂之上 我不是她的妻子 是为您请命之事 断无其也非我夫婿 是重设这天地格局的君王 我父亲亦跪拜 请圣上应之 我父在朝 虽不说一胡百应 跟随者也是颇多的 但这次 随之应和的大臣 不足十之一二 不过剩下的人 也不敢乱说话 都只等着陛下的回复 于云 此一自改千古之时 一改万人命运 我们当然没有天真到 以为靠着开设女学 就能一期间 扭转自古根深蒂固的观念 女学是一粒火种 终有一天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 哪怕我看不到了 但我期盼着 虽不能治 心向往之 都说双生子命运相连 我猜可能是假的 因为在我大获全胜的时候 姐姐那里 却传来了噩耗 她在战场上受服 现今失踪 生死不知 我从来没有这样无错过 因为我以为 我不用面对这些的 我一直觉得 就算真有绝别的那一天 那么行将就幕的人 也一定是我 我甚至想过 到底该留些什么话给武器 给姐姐 给父母亲 才能让他们 更好的生活下去 我唯独没有想过 我的姐姐 她永远张扬先活 提枪上马 可斩断军 永远守护着别人的她 也会有叫人悬心的一天 我喝了汤药 后半夜才沉沉睡去 做了一个梦 梦里姐姐站在暗处 静默不渝 一双眸子 却如阴笋般 锐利写满了 志在必得 眼神交汇的那一刻 我明白 那是蛰伏 所以醒来时 我莫名觉得心安 我就是知道 她是安全的 她也在等待 等待和我的重逢 段无奇不明白 怎么不过一夜的时间 我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 该怎么和段无奇解释 双省子之间奇妙的感应 我只说 那是我的姐姐呀 她福大命大 逢凶化吉 姐姐从不让我失望 边关大劫 两军交战中 本应不知所中的姐姐 犹如天降神兵 带着亲卫直催敌方主力 这一仗 边关至少能有十年太平 意气风发的女将军 立下不是职工 从此再无人能看清女子半分 盼夏激动得热血沸腾 嚷着要去姐姐仗下从军 你确定 去了可就不能再回我这儿了 盼夏是老实孩子 她非常认真的问我 不能一半一半吗 怎么 她还想上半年 在姐姐那儿当女将军 下半年来我这里 当小宫女 太过分了 她想拿我们家两份钱 我打了个比方 有的人睁了眼睛睡觉 也有人闭着眼睛睡觉 你见过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吗 盼夏点头 立刻闭上一只眼 我可以练的 我摆摆手 姐姐这次回来 你就跟她一起走吧 别给我丢人 不许回来 姐姐班师回朝那天 段无奇带着我在城楼上亲自相迎 我终于又看见她 看见那张和我极其相似的脸 我说 姐姐 别来无恙 姐姐下马失礼 尽显陈子本分 我去扶她时才听见熟悉的声音 无恙个屁 这么大的风你出来干什么 也不怕被刮跑了 我牵住她的手 不怕 姐姐会拉住我的 我们生来连气同志 哪怕相隔万里 依旧永不分离 开办女学的第三个月整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 段无奇那样高兴地朝我奔过来 好似她一生的执念 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妥贴的安置 我和她都能奔赴属于彼此一生的幸福 因为她找到了传说中 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回系单 时间真是凑巧 刚好赶上我的生辰 就像是老天爷都钟爱我 故意送的礼物一样 段无奇紧紧拥着我 如画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再也不用担心 有一天会离开我了 是不是 原来她一直知道我在怕什么 她高兴 不是因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 占有我一生的时间 而是因为 我再也不用忧郁成科 不用偷偷仰视着 羡慕着 那些生来就拥有无限生机的人 我可以作为一个正常人活着 这看似简单的要求 与我来说 却是那样奢侈 她爱我 明白我 也是为我去做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可我把这孩子养错了 从掀开我盖头的那一刻起 她的悲喜 从不为了自己 全都是因为我 这样怎么行呢 我会舍不得 我是病人 我最知道 世上不会有如此灵药 若真有 怎么会留到现在 毕竟有谁不想活着呢 所以当太医鉴定 回系单并没有传说中的神效 至多只是能为我严命三年的时候 我没有多悲伤 反而安慰起了段无奇 段无奇抱住我 如话 我有时候会想 要是你不曾出现过就好了 可更多时候我还是会庆幸 庆幸有你在 所以能不能 让我一直庆幸下去呢 我不知道 也不配承诺 只有抱着他 轻声安慰 就像小时候那样 没事的 命忙本该如此 不管是三年还是三天 哪怕只有一天 这都是我偷来的 无奇 我还是很高兴的 谁说一天 就不算长相厮守了呢 你爱我的每一天 都是我的一万年 柳如诗番外 我是本朝第一位女将军 话本子里的大将军要素我都有 受万民爱戴 功高震主 还被同僚陷害过 在这样的光环加持下 却依然不被皇帝猜忌 反而被得爱重 张扬任性了一辈子 踩着那些老顽固的脸横着走 却还得了善果善终 不知道要气死多少人 安安稳稳活到七十岁的这年 我早已经致时已养天年 左右无事 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跟皇帝陛下说一声谢谢 毕竟君臣做到 我和他这份上 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他与我军权和信任 我替他守土为国 君臣数十年 同心同德 共创太平盛世 我进宫见驾 段无奇盯着我看了好久 我晓得 他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 有时候揽静自照 我自己也会出神 如果我的小话活到现在 应该就是我这样子 不对 他的眉毛应该会再细一点 总是眉眼弯弯 还要比我再白一些 看我想到哪里去了 今天是来道谢的 不过这位皇帝陛下 并不理会我的好意 反而冷哼一声 柳如诗 有些话年轻的时候 逼了好久 其实寡人讨厌你 只要是有你在的地方 他从来看不见别人 明明后来 我才是陪他最久的人 这么多年了 他从来就这么点出息 我懒得计较 那陛下还如此宽戴臣 他不再看我 语气轻快 好似面前站了一个姑娘 他爱极了那姑娘 再对着他邀功 因为姐姐信你爱你 我便敬你重你 姐姐既说 你服大命大 逢凶化急 我就要保你念念康太 碎碎无鱼 合理怀疑 如果小花生前说过 我天资过人 是的当女帝的好苗子 他断无奇 都能当场 把皇位善让给我 先帝要是知道 自己千挑万选的继承人 是这么个德行 恐怕从皇陵里爬出来 也要用自己的大腿骨 给他一棒子 这么想着 我简直要笑出来 脑海里却突然想起 他说的那句话 姐姐既说 你服大命大 逢凶化急 我就要保你念念康太 碎碎无鱼 服大命大 逢凶化急 这句话我听说过 多年前的一战 我重伤昏迷 那是离别以来 小花第一次入了我的梦 她站在远处对我笑 我的姐姐呀 服大命大 逢凶化急 也就是那时候 我无比渴望 这世上真的有鬼神之说 也许小花她就在天上 看着我呢 可我已经很久不信神佛了 因为我曾求的愿 终其一生 为的圆满 我曾经每年都去无相寺 不求平安顺遂 不求荣华显贵 就只求过一件事 柳如画 长命百岁 全文完